敘利亞的戰火仍未停止 反對派武裝分子和政府軍 是多過城鎮市激烈交戰 首都大馬事隔 最大城市阿拉伯 自去年底相繼傳出有平民 遭受生化武器攻擊 反對派一直指責是政府軍隊所為 但聯合國派出的人權調查員 根據當地醫院的傷者和醫護人員的證詞 推斷交戰時曾經使用致命沙林毒氣的 是反對派而不是政府軍 但調查暫時未有定論 美國白宮發言人卡利就質疑有關說法 我們非常懷疑 反對派武器可以用藥物武器 我們覺得很可能 任何藥物武器的使用 總統奧巴馬早前揚言 一旦證實敘利亞政府出動化武對付平民 會考慮動員國際社會採取行動 另外北約被書像拉斯穆森就重申 暫時無意軍事介入敘利亞衝突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 李漢文報導 到最後一陣子前揚言 到最後一陣子都做到 高慶言 這裡的教室